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真实现状 我们收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的声音 通过他们的语言讲述自己的境遇 为大家展示一个不同于新闻联播的中国现状 感谢您的观看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会安排公寓给新员工赞助两周 相当于提供一个落脚点 这个政策对于异地过来的同学还是非常友好的 我入住在南城区的高庆公寓的两人间 当时另一位室友也是从上海过来深圳的 但是我们并不在一个部门 紧接着就是参见了为期三天的新员工培训 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给大家详细介绍 腾讯的企业文化、价值观 还有公司的一些发展历程和一些规章制度 当然也少不了花瓶的成分 表示只要努力工作 每个人都为难可期 现在回想起来 这可能也算是PUA 培训期间对公司有能更深入的了解 也节省了很多同亲入职的同学 三天的新任培训结束后 我就回到了具体的项目组 办公地点是在南城区的万里达大厦 没能在公司总部大厦办公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失落 后面听大家八卦说 说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和嫡系部门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亲儿子 才会安排在总部大厦办公 当时公司的高层还有小马哥 都是在总部大厦的最顶层办公 但是平时也很少见到他们 一年也见不到两次 据说是公司的高层 很多都是居住在香港 很少来内地办公 关于办公地点 实际上主要还是公司发展很快 当时的总部大厦已经满园了 所以把总部大厦 两边的大族激光大厦 万里达大厦都已经租赁了下来 供员工办公 我是在腾讯的IEG的自烟游戏工作室 IEG就是互动娱乐部门 简称游戏部门 我的岗位是游戏美术设计师 那时候工作室的名字还叫林浪天上 也就是后来天美工作室群的主要前身 正是投入到具体的工作当中之后 既兴奋又紧张 当我了解到 我之所以能进来 是因为之前的有一位同学 未能通过试用期 所以需要补照一位设计师 然后呢 我就是去顶上这个岗位 知道这个情况后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血压飙升 那压力真的是相当大 好在试用期的三个月呢 有安排导师 这点对新人还是比较友好 导师呢 都是相对比较资深的员工 我导师专业能力很强 期间呢 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在收入方面 工资呢 从以前的几千块 涨到了现在的一万出头 那时候工作两三年的行业新人 能月入过万 其实过得还算可以 可以拿深圳的房价作为参照 当时深圳的房价 均值在两万左右 就每平方 两万块钱的样子 所以呢 努力工作一年 可能也能买个十平方 十多平方的样子 然后在吃饭方面 这公司呢 有自己的员工食堂 吃饭也很方便 一顿饭差不多十块钱 十代块钱的样子 晚上呢 八点之后 还有免费的消夜 上下班呢 也有公司的班车 深圳各个区域都能覆盖得到 整体呢 福利还是非常好的 至于工作节奏 班肯定得加 我前三个月 基本上没有休息过一天 实话实说啊 我的确是自愿的 没有人要求我周日也来 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呢 尽全力做好 希望能够顺利转正 如果说没能转正的话 我可能就得回到 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去种田 或者说跟着我爸去搬砖 或者去哪里当什么临时工 相信普通的我 对于这份控制机会 其实还是非常根系的 那时候呢 周六加班的同事还挺多的 后来才知道 这就是传闻的996 不过那时候 远没有现在这么去 记得当时周六很多同事 上午10点多 11点才呢 12点钟就去吃饭了 然后呢 下午5 6点钟 基本就走了 所以呢 周六的那个工作效率是很低的 我感觉象征一眼 大约10几亿 近几年呢 确实越来越 虽然公司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IEG每周都有健康日 也就是周三或周四 是不加班日 不加班就是5点半 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但是呢 我们的工作量 其实没有变少的 所以该卷还是卷 整体的内卷呢 有持续加剧的趋势 公司虽然盈利能力越来越强 但是打工人 感觉是越来越苦力了 接着聊聊 关于绩效方面的事情 在我加入腾讯的前两三年 绩效率压力还是很大 公司呢 有莫为淘汰制 每年都会有5%至10%的同学 会面临劝退 辞退 其实呢 也不止腾讯 像字节啊 阿里啊 甚至像华为啊 这样大企业 这个莫为淘汰制 都是存在的 在腾讯当时的技巧考核 是分为SABC4档 在最严格的时候呢 得了C 基本上就只有出局一条路了 作为新人呢 内心还是很慌 感觉能在腾讯 干个两三年 可能就得滚蛋了 前期年呢 又改成了五档 一星至五星 近几年呢 又改成了三档 机制虽然一直在变 但内核是不变的 技巧呢 本质上就是管理工具 在我的职业实验里面呢 经历过20多次的技巧考核 低技巧和高技巧 我都拿 经历多了呢 也就看淡了一些 技巧呢 不代表一切 比如尼斯老板 曾经也是被打的低技巧 得了二星 然后呢 被动出去创业 人家也干得很成功 莫为淘汰制 就像鞭子一样 无形的抽搭着 拉莫的流氓 现实呢 还是很残酷的 再加上 敌系的情况 的确是存在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 就是和领导 走得很近的那些人 有的是核心骨干 有的是一些专业 能力不太行 但是呢 他很会来事 很会相传管理 拍马屁的这群人 这个群体呢 整体呢 他的技巧压力会比较小 且心中回报 比普通的工具人 还是要丰厚一些 这里呢 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我自己本身 就是从一个小萌新 到工具人 然后到核心骨干 然后再到基层管理 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这里呢 就先不展开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再单独录一期 然后呢 关于团队氛围 刚开始呢 那几年 当时的组长和副组长 还有我导师 对我都挺好的 直属的Leader呢 经常组织团队聚餐 记得当时有一次 去南城去了海上世界那边 Leader请大家 在一艘船上吃西餐 那这船叫明华 吃饭的同时呢 还能欣赏 行外的音乐盆拳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去那么高比格的西餐厅 到现在为止 我记忆都很深刻 老师呢 在专业上 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所以呢 资质平衡的我 又没有名校加持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感觉 我是不可能挺过那几年的 虽然现在大家都散开了 但那的时光 还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后面呢 又经历了其他的一些项目 每个团队 整体氛围都各不相同 不同的领导 管理风格 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总的来说 越是成功的项目 工作压力会越大 内卷越严重 但是专业能力越突出的 也更容易得到 你领导的认可和赏识 越是和大型的部门 和项目 越是混乱 你去流鬼蛇神 越多 其实也不难理解 成功的项目 大家聚在一起 都是研究 怎么提升业绩 去挣更多的奖金 而越差的项目 越是PPT满钱费 团队也不齐心 大家对项目成败 并不太关心 领导想着 怎么给大老板话 如何在管理岗位上 待得久一点 拿更多的期权 下面的员工 也不傻 知道项目不行 大多数也是出工不出你 得过且过 最后的结局 可想而知 项目很难干成 基本上就必死 所以如果有人想进俄厂 最后还是去口碑 好一点的团队 在口罩之前 公司每年都有团队建设 也就是团队旅行 我这个农村孩子 也有机会走出了国门 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诗与远方 在2012年的时候 去了泰国 建设了巴铁的红灯区 和人鸭表演 还有韧池环保的牛链套餐 2015年 美国西海岸自然游 居然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还赢了200美金 打卡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然后前往圣地亚哥湾 登上了中途导号航空母舰 庞大的战争机器 给人带来的巨大的心灵震撼 那人在这个战争机器面前 是极其渺小的 直到现在 我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2017年 中东北非自由行 在阿联酋 感受到了迪拜的超能力 登上了世界第一高楼 哈尼法塔 在红海坐游轮玩浮潜 接着到了埃及 站在金字塔面前 像是走进了教科书 穿越了时空 然后后面参观了埃及博物馆 除了出国旅行 还有很多国内线路 控大的选择 公司也有很多协会组织 比如有徒步协会 游泳协会 族酒协会 蓝酒协会 卓游协会 等等协会 在工作之余 可以放松身心 缓解压力 最重要还能认识很多 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在工作七八年之后 感觉在一个地方 待得久了 像是温水煮青蛙 我主要负责技术攻坚 和团队管理工作 目前选择离职 主要是甚至打工的尽头 还是毕业 不论是做管理也好 做技术也好 都是打工拉木 所以近两年 我对未来 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规划 期待有时间 有机会去做新的尝试 正巧不巧 所在的项目 近期被砍了 也毕业了很多同学 留下来的发展前景 也并不乐观 如果要苟的话 可能还能再苟几年 苟两年 一年都是有可能的 结合工作情况 和自身的后续规划 最后与领导多次沟通 最终还是决定离开讹厂 上级也帮我申请了 毕业大女包 这位钱 应该也可以让我躺一段时间 让我协议些 12年时间 如白居过季 大部分同时期入职的同学 都已经不在讹厂了 分散在各行各业 有放业的 有上岸体制内的 也有开启躺平人生的 甚至还有人 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段职业生涯内 我完成了买筹买房 结婚生娃 人生大事 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 大厂也是围唇 外面的人想进来 里面的人想出去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本频道